我们说这个地火命仪又单列出来一个卦,前面单列了一个,但是这两个各有道理 已经系统的讲完了,这个我们刚好那个卡牌缺了这一张,不知道跑哪去了 马上两卦讲完了,不纠结,其实就这么巧,每个卦都有它的道理 地火命仪在虚掛杂掛传里面分别代表着诛杀跟受伤,所以看似好像不太吉祥 整个卦象来看,这个地在上头,太阳在底下,那就暗无天日,天黑嘛 你除了算阴事,除了睡大觉,别的好像都不太容易吉祥 我们是阳间人,这个怡呢,当然你可以理解成满怡,光明了歪过人,我们自己就不行了 这个时候他们起来了,那咱们就要臣服一段时间 所以你整体来看,利监真,告诉你,坚守到最后,就好像冬天来了,春天还会圆嘛 要坚持,总能好,内心光明 如果比方一个鸟出酒,它虽然当胃,但是被压在水底下 那压的就是你这个太阳了 所以你就垂着翅膀,飞 也飞不高,也飞不好,不得知 君子遇到这种情况,就三日不吃东西 你即使是有所前往,但是你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这个主人 也必定会压着你,跑不远的 那你在这种环境,就是这个环境的吸生品 初遥嘛,未没厌情 那么你该现手初衷还是要坚守 整个挂让你这样做嘛 所以每一遥都要想到这个 六二就开始受伤了 因为你已经到了真正出门的这个出行的利监大人的阶段了 那受伤了 但是呢,伤大不大呢 先不说 肯定是可以过得去的 上下都是养有 就好像有这个壮马啊 来拖着你 来助力你 是可以的 毕竟它既中且正 虽然没有相应 那皇帝不争气 九三摇 它跟你打个比方说 好像去熟练 得到 有所好处 因为它 当位跟整个上腰都是阴的 盖子不太好 但是跟上六最高位却能相应 还是有好 但是对于疾病来说 那这个太阳啊 就到了地平线这一下吧 所以怎么样呢 好像最后的光亮 回望返照一样 那当然 不太吉祥了 那吉祥就那一瞬间了 谈话一线 很多人现在认为这是个好词 六四 看看到了上摇 上挂 那到了腹部的这个位置 然后 得到了这个初心 还是可以做事的 因为它 当位 底下 这个 也代表光明 代表心 但是呢 功劳毕竟还不是它的 六四摇 其实它是敢挂的 就等于是 但是 也是到了最高的 这个危险 马上就要过去的时候 六五 在这种皇帝当中 你这个 又是阴阳 但是你就 就要投靠民主 或者赞必封王 因为没办法 最后一个好像是说 你整个的过程 再辉煌也最后